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软加载 软加载这个都知道了 咱们这个很早很早最早最早之前是在这个Jetuary中提供的这个东西叫做Lazyload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软加载软加载就慢点加载 说白了它就是延迟加载 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再去加载 按需去加载 这就是软加载 举个例子我们第一个页打开的时候 我们经常打开移动页的时候 第一屏显示的数据就这些了 当我去下拉的时候我再去请求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拦加载 拦加载 延迟去加载它 根据我的需要去请求 这个多页这个单页面应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所有的页面都需要你一个JS 所有的页面其实都是你一个JS 所以代表着什么呢 你第一次打开这个页面的话 你可能使用JS打包 使用Webclack打包的话 你这个项目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加载非常慢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就要使用路由蓝加载 当然我这有个前提 就是肯定要是一个大项目 要不是个大项目的话 你这个蓝 哪不蓝加载其实问题都不大 像老师我要做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我需不要进行一个蓝加载 那还得看你项目有多大 看你项目有多大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什么什么管理系统的话 就我个人的意见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单页应用已经很好的满足我们现状了 当然你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的急 这个追求极致的性质的话 这个性能的话 你可以这个去匹配一下这个路由蓝加载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说一说吧 这个问题算是这个比较常问到的 比较常问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代表着 你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VOE的项目 一般只有做过真正的这个VOE项目的时候 才会这个想到这个蓝加载 想到这个蓝加载 那在这里我们去这个 还是在这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代码 路由蓝加载 刚刚我也说了 其实蓝加载指的就是延迟加载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需要去进行加载 在你需要的时候加载 其实举个最简单的就是说的最在直白的就是原来我们使用VOE打包的话 你可能这个最后本这个WIPPAC只会给你生成一个GS 这个一个GS它会在所有页面都给你交一遍 就是原来的方式 如果要使用蓝加载 它可能把你根据你的不同需求 它会把你这一个GS拆分中多个GS 才能说AGS BGS CGS 根据你不同的需求 在不同的页面去引入不同的这个GS 这其实就是蓝加载路由蓝加载的一个含义 蓝加载含义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这个可以有效的分担首页所承载的加载压力 所承载的加载压力 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它可以那个减少这个首页的加载时间 首页的加载时间 这个蓝加载主要是这个 那一般情况下它问你这个问题 也就是主要是问你这个理念 当然还有就是你如何去使用这个蓝加载 那咱们这些课主要是说一下关于view当中 这个如何使用这个路由的蓝加载 那首先我们要去匹配一下咱们这个路由 这个怎么能让我不同的页面引入不同的这个 就蓝加载呢 不同的这个GS呢 那这里就需要涉及到两样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微有官方给我们提供的概念 怎么可以上 路由直接锁路由啊 光方应该 嗯 好 就是没有了 那今天往后还可以啊 反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微有官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由的一个插件 叫微有刚如雪啊 这插件是专门给微有用的啊 而且是的确方便的啊 那路由蓝加载主要是这个在微有中啊 给我们提供了他这个一部组件啊 一部组件说白了就是一个这个咱们路由中匹配的这个组件啊 主要这个组件可以根据我不同的情况按需去调用啊 举个例子啊 就这种 这个component啊 其实就是啊 他其实返回的是一个函数啊 是一个这个函数就是一个promise的函数啊 你可以在这里去返回这个result啊 返回这个result 这样说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啊 就家伙咱们这个把例子举完以后 你可能就稍微有些了解了啊 主要是包含两个啊 一个是这个微有的一部组件 一个是webpack的代码分割啊 webpack的这个代码分割就非常熟悉了啊 说白了webpack就是给我们提供这个分割的啊 能让我把一个gss全分成好几个gss啊 那这里他给你提供的是这个splittercheck的啊 那你不用这个也可以啊 他也给你提供了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我们找一找啊 这个 能不能找到这个属性了 在这呢 他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checkfile name 这是你他给你这个输出的这个文件的名称啊 你也可以用这个名称去定义啊 给你那splittercheck啊 你可以使用webpack单独给你提供的这种方式 去进行切分啊 他给你提供了resolve的机制啊 但这种方式用的不是很多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愿意用另一种写法啊 用wil中的一种写法啊 来去进行一个切分啊 那咱们还是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啊 这个先把路由建起来吧 路由建起来了嘛 这个路由比较好建啊 咱们这已经给咱们匹配了一个路由了 叫hello world啊 那我们再去添加一个啊 再去添加一个这个匹配的路由 啊这个叫hello world 我们再添加一个详情吧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这个detail 这个先对应的是detail啊 这是最常规的一种这个这个路由的使用方式啊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detail引进来啊 detail啊 同理我需要在components当中去创建一个这个WOE的模板啊 创建一个这个WOE的模板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简单的这个 这个什么的 这个路由的这个紫页面就出来了啊 详情页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随便填点内容啊 就必须要放到一个块集里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啊 这个欢迎来到详情页吧 详情页吧 然后在这里我再添加点什么随便的信息啊 我在这里可以添加个message 那依旧在这里我可以去暴露一下啊 那个export的export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去添加一个name 这个name这个属性 一般是在传餐的时候才不用的啊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添加一个data啊 因为我定义了一个这个message啊 那在这个自定义组件中 肯定这个data是一个函数啊 然后咱们上一节这个voe的面试题里已经说过了啊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去添加一个这个message啊 那我们可以来一个这个什么哈哈哈哈 那这样的话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这个data的这个这个页面啊 那紧接着我们我们使用路由去进行一个匹配啊 路由进行一个匹配 默认我们看到这个路径肯定是Hello World的啊 那我这里添加一个这个detail的路径啊 去匹配detail这个组件啊 detail的组件 那咱们到这个这个页面啊 回到APP页面啊 这个router-wheel就是咱们wheel-router给我们提供的容器啊 路由切换的容器啊 要稍微了解过这个wheel的同学应该是这个见过的啊 因为这个是避讳的一样东西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添加这个啊 前换路由的一个A标签吧啊 主要是在wheel中啊 它叫做这个router-link啊 叫做router-link啊 那在这里我可以添加一个这个 默认的这个tool就是相当于huff啊 huff那在这里默认我要让它跳到首页啊 这是一个链接啊 还有一个是我要让它跳到detail页啊 就是详情页啊 好detail详情页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匹配了一个这个路由的路径啊 我们回过头了啊 回到咱们的这个 fessage中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有一个首页 首页就是我们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组件 详情页 哎 这就是欢迎来到详情页啊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点击出来一个路由啊 那这是最常规的路由 我跟懒加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一点关系没有啊 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首页他还是引了一遍 这个这个公共的GS啊 详情页也是引了一遍啊 就是首页的WOE加上详情页的WOE 他俩合成一个GS 然后在首页的时候引了一遍 在详情页的时候又把这个GS掉了一遍啊 那这样的话 肯定是这个首页这个加载的速度会变慢一些啊 变慢一些啊 那我如何能让我的首页指引我首页的GS 详情页指引我详情页的这个GS 那这样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的这个路由懒加载啊 路由懒加载 那刚刚官方也给你提供了 路由懒加载主要就是使用的方式 就是使用这个一部组件啊 以及这个这个webpack的这个代码分离啊 代码分离啊 这个无论这个哪一个都离不开这两样啊 都离不开这两样 那使用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也是非常简单啊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一部组件啊 一部组件啊 我们回到这个index页面啊 那一部组件为了我们方便定名啊 我就直接在这封端一个方法了啊 我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这个方法啊 方法名我给它随便提一个吧 就叫做resolve 那说白了就是一件什么事儿 就是让我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will啊 这个每一个页面啊 都引这个每一个页面的这个js啊 那实际上我就是需要用webpack啊 把我现在这个组合的js分成两个 是不是啊 分成两个 怎么去使用呢啊 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一部组件的这个原理啊 我们可以retend一个promise的这个函数啊 那在这里我可以这个直接啊 就是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中只需要去这个引入你的这个路径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啊 inputs 那在这里面 这个will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 这样写啊 这样写的话 我们看明白了啊 嗯 这样就好了啊 这个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这个webpack的 trumpname啊 就是你不同 就引入的时候 你要分别给它定义名称啊 这样你才能区别啊 就我添加一个图示啊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你需要给它一个这个路径啊 那咱们那个路径就是 哪一次打包你都是当前对应的啊 因为这个we啊 里面包含sqlip这个标签 所以每一次你一个当前萤幕 页面引入的js 就是在你当前页面啊 所以你在这里直接就是定义 这个components的这个路径就行 那在这里我可以去添加啊 这个 咱们这个是components下的这个路径 那这里这个路径 我们随便起一个吧 这个为了方便 我在这定一个行差码 对啊 那在这里应该是这个添加一个这个 道载 道载 然后我们在这添加一个webpack 这个 这个应该给它一个这个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 这个we就是咱们的这个变量啊 就是es6的仪法 es6的仪法 那通过这种方式 我就可以根据我不同的需求 去按需引入我对应的we啊 对应的js了啊 那在这里如何把它和我们的路由 关联起来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我们去调用啊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返回了一个promise的函数 所以你在这里直接调用这个 pollowword 已经是可以的 那同理这个是调用detail 那这样的话 它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去导入的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components下的detail.we 对应返回的promise啊 那这种方式的话 我就可以根据我不同的需求 去引入 根据我不同的页面 去引入不同的这个js了啊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写法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resolve的写法啊 咱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回去自个儿这个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这个webpack中啊 去配置一下名称啊 如果你这样写也没问题 如果你要是这个 想让你的代码更清晰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webpack 这个out tool的时候去配置一下 你的这个checkout sell name 那它等于这个name.js啊 那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用一个乱码的 这个点什么123456.js 23456这种点js了啊 而是给你定义这个同类的这个名称了啊 这样看着更清晰啊 那咱们梳理一下啊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按需加载啊 这个蓝加载啊 那这个如何去使用呢 其实就是使用到了这个 微有中的这个一部组件啊 微有中的一部组件 配合这个webpack的代码分离啊 它其实用起来说的挺高大上的 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啊 只需要你自己去给它返回一个promise的函数 这个promise的函数中 在resolve当中啊 只包含这个你想要引入的那个.js就可以了 .js就可以了啊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线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哎 我这页面还是刷新一下 哎 再填换啊 它其实只是当前页语录当前页的.js了啊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路由揽加载啊 路由揽加载啊 这个本身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啊 但是的确是被这个被常问到的啊 因为这个主要是涉及到了你在工作上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页面加载探问啊 页面加载什么 这个如果你的项目比较大的话 势必要涉及到关于这个路由的揽加载的 要明白啊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路由揽加载 以及我们在web中啊 如何去用它啊 去分离我们当前的这个微游项目啊 这个能听明白不 这个应该是本节课一个重点吧 一个重点啊 也算是这个常遇到的 常遇到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完事的话 咱们接着来啊 接着来啊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 关于这个路由的揽加载啊 路由的揽加载啊 那出去这个以外啊 出去这个 我让你来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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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呀 我让你来看啊